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大无限制 无限开启我们的智慧与心灵交流 点亮无限制的美好未来 我是主持人JoJo 今天访谈的来宾 是我十分崇敬的老朋友 我是他脸书的粉丝 他的脸书有非常大量的讯息 说真的我每次滑到他的 脸书我都有一点小紧张 因为我都跟不上 他的讯息来自非常多元的管道 基本上从他脸书讯息 就能够掌握到时事 不只是及时 还有非常多超前部署的心知 这位来宾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批的活网仔 他是活在网络世界的高人 在现今资讯爆炸的世代 我只是追逐者 我都觉得很吃力很辛苦 更何况是要一直吸收 以及领先布局 更难能可谓的是 这一切都让他乐在其中 很荣幸我和这位大师 延续曾经是媒体同业的缘分 也在差不多的时期 我们在政大继续结缘 而他的专精正是学校首要重视的领域 AI人工智慧 在超过四年前 政大已经开了超过200堂横跨文法上的AI课程 尤其有来自我们的人气来宾 新闻系李一致老师的助阵 无疑是为文组学校的学生 添加了硬被进入职场的优势 本身他也是跨域的精英 一致老师不只活跃在各个网络平台 他更是跨组非盈利组织 资讯图表 新闻等等领域 对深城市AI也非常的了解 曾经担任过中央社的董事 Yahoo奇摩内容企划总监 他从业界走入校园 在政大开设的课程堂堂爆满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李一致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AI在政大 以及AI跟传播未来的发展 欢迎老师 嗨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新闻系李一致 老师刚从日本玩回来 考察考察 对对对 那这次考察有没有特别比较有趣的发现 就是特别热 很可怕 因为那个是干热 所以它会让你的体力消耗得比较快 我觉得 而且日本行程应该都是一直走路吧 对 所以反而现在夏天不能去 因为你没有办法一直走路 它大概到九点之后就不太适合走路了 非常可怕 然后一直要到太阳下山 你才有办法再走 所以你原本可能安排一天四个行程五个行程 最后就只剩下三个 我记得应该也是差不多四年前 我那一天是要去采访新晋老师的一个欢迎会 然后我就看到了老朋友 然后如同刚刚开场白 就是老师你的历练非常精彩 在大二那一年你就毅然决定到德国去进修 这段历程可以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我那个时候觉得应该出去看一看 然后我对德国也蛮好奇的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出去读书了 选择德国的原因是什么 就那个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原本是想去读社会学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学 好像德国蛮强的吧 就这样 其实没有太多思考 就是说想去就去 因为你真的认真思考 如果你问过非常非常多的人的话 可能我后来回想德国就不会是选项了 那个时候问的人很少 所以就只是想去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的求学历程 有没有值得分享的 或是你去了你觉得做对了决定 我觉得因为台湾的社会 比较跟随美国的制度在走 那去德国一个比较大的 我不能讲它是优点 就是它的特点 是你如果在那边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以美国为首的 社会制度并不是全世界都这样 那德国有德国自己的玩法 虽然德国的政治在二战后 有受到美国影响 但它的政治体系 因为它是内阁制嘛 所以美国不是内阁制 所以光是不是内阁制这件事情 差异就很大 那你对政治的看法也会不一样 那那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我们讲 社会主义自由经济的国家 那他们对于事情的优先的序列 跟台湾也不太一样 虽然社会主义 在每一个不同执政的时期 它的强弱会有变化 但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根本 它的社会福利只会多一点或少一点 但它的社会福利的本质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我去那边最大的收获是 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来思考 来看世界 那它的制度就是有一些还蛮先进的嘛 所以当我面对某一个台湾发生的现象的时候 我就会去查查看 那这件事情在德国它是怎么做的 德国不一定比较好 但起码你可以看到说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这样 所以我觉得打开另外一个视野 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了 老师是你只做有兴趣的事 可是你有兴趣的事情非常的广 那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只做你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你这样的学习态度是怎么形成的 应该是说我没有能力做我没有兴趣的事情 但很多人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你有兴趣的事情好多 所以你能力很厉害 我也没有觉得我能力很强 但我觉得年纪大了嘛 那很多东西它都是畜类旁通 所以你在A领域假设有80分 你到B的领域你不是从0分开始吗 你可能会从50分开始 就是我们所谓技能术的概念 那你在这个技能术上面不断的涨 它如果都在你这个范围大的范围内 那其实你并不是从0开始学每一样东西 你所有东西都是有个基础的 那你如果一开始 我们假设说你的技能术不是从一个点开始 而是从两三个点开始 那可能我觉得学习就很快了 那你原来是学建筑吗 然后你到德国是念都市计划 我们认识是因为你是记者 你接触新闻 然后你也是非盈利组织 也接触写非盈利组织 我还上过老师资讯图表的课 然后AI现在 这些都是你曾经投入的领域 这么多的领域 你都跨到一个可以为人师的一个程度 这个投入你是怎么去决定 然后你在平衡上面怎么取舍 那这中间有任何的困难点吗 我自己觉得我还是避开了 我不会做的东西 困难的东西 所以我挑我做的来简单的事情 但因为我个人是 但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一样 就是我在接触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 我都会在初级 花很多的时间 非常密集的去学它 那这样的时间的投入跟强度 然后再加上 我可能比平均稍微多一点点 收集资料的能力 我一直觉得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你真的会 还是你让人家感觉你会 是两件事情 那可能我让你悟性的我会这样 但我其实没有真的很会 对 老师很谦虚 你刚刚说你会花时间去投入 那你的投入 比如说比人家多一点点的时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可能会在 我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 会非常密集 高频率跟长时间 去把这件事情的底打好 那应该是说 因为没有很聪明 所以走的都是苦劳的方法 苦劳的方法就是 假设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 你可能就会把所有可能 买得到的书都买齐 少数几本书很重要的 你就是反复看它很多遍 然后直到那个作者写的所有的东西 你都学会了为止 那就不是看一本两本 是很多本 然后到可能到内化的那种程度 那你如果一个领域有几本书 你可以到内化的程度 我觉得最基本可能 比如说50分的程度 你就有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我个人比较习惯大量的收集 所以比如说 我在研究一个 假设就是资讯视觉化的领域 我可能到处去收集 各种图表 资讯视觉化的东西 我的单位都是用万在算的 就是我会收集几万张 那我确保我看过几万张 大概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已经到怪兽等级 就是你那个投入的深度 跟密集度 我曾经看过老师你发文 就是你可能在测试那个 AI生成图 然后就会一直不停地产出 一直不停地产出 所以这样子也是让你累积 在这方面强大的实力 那像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域 你从业界进入到学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我是工作了 就是老保年制已经20年了嘛 然后我看那个 除了年纪没有到之外 老保情领标准已经到了 所以就想说 我们可以来换职业这样 如果情领标准不到 也很麻烦 后来就刚好有 因为我原本已经在政大兼任了 我在上班的时候 就已经在政大兼任了 然后就有个机会先到有校去专任一年 然后就看到政大有开缺 那我就来申请 那很幸运就过来了这样 可是投入学界 就是担任教职 因为你本来就有兼任嘛 所以这件事 这个的路本来就是你有设定的 我没有特别去设定它 但就刚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就转过来了 因为我自己对教书是有兴趣的嘛 要不然也不会来兼任这样 对你只做有兴趣的事 那你现在比起你曾经在业界的那些服务 还有你现在进入了学界教书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异同 或是你有什么样的需要适应的地方 有吗 我觉得学校工作没有来之前 完全不知道 劳动条件其实没有很好 对 我讲的是 你要当老师也要做研究 还有服务跟辅导 这全部在一个 还蛮多工的 其实蛮多工的 那就蛮复杂的 我来之后对于其他的老师都还蛮敬佩的 因为他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老师现在主力教学是放在AIGC 这部分老师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说明吗 我自己不是资工背景的 所以我也不敢讲我是人工智慧的专家 那我只是比一般人可能花多一点时间去用深层式的工具 早一点然后用多一点 那我觉得深层式的人工智慧它本来就是一个发展中的领域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工具原则上它就是它可以装得很像人来产出文字跟图像 那现在还有影像的内容 那它这个产出的背景都来自于大量学习的结果 所以它不太可能超越太多它没有学过的东西 就你今天假设你有育儿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小孩的成长 它的语惠它的思考它都不是跳跃式的 它今天看过这个它明天会讲 那它没有看过的东西它不会讲 深层式也就是这个样子 它经过学习 然后学习之后 它在它学习的范围内 带有一定随机性的产出这样 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它产出内容 它原则上 就是透过学习来的 它透过学习 透过学习外加训练 然后外加调整或调教 因为它的进步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要求它做任何事情 譬如说写作类的东西 分析类的东西 它都可以做到 我觉得就看领域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对自己熟悉的领域 很容易判断好坏 但是对你不熟的领域 比较不容易判断好坏 那我觉得它在你不熟的领域 都可以做到比你强 但是在你熟的领域 通常没有你来的强 那你今天叫他写一篇新闻稿 那这个新闻稿 一定没有久久会写 但如果对于一个 我原本是工程师 我让他写一篇新闻稿 那他就可以写的 比工程师 我们假设他没有学过的话 比他好 那请他产出一个图片 你要画个什么东西 水彩风格的也好 油画风格的也好 那他都可以生成到 比不会画的人要厉害 那会画的人 就会批评很多东西 那你也可以请他模拟 摄影的结果 那摄影师看到就会说 你这个光啊 不对啊 影不对啊 构图不对啊 但我们一般人就觉得很像啊 不是吗 哪有什么不对 有有 我看过老师在你的脸书上的一些发表 比如说有些地方也可以运用在写学生的评比 对不对 就是评成绩的时候写一些评论啊 或者是打分数应该不行吧 就是只是文字上的 其实打分数也没有不行 现在已经很多老师这样打了 就是你的东西如果 如果它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你今天要看学生写的东西 你只要把评分的标准写好 比如说他文章中提到的概念有几个 然后他概念跟概念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如果这样给几分 如果那样给几分 设定好 对因为本来我们很多人去考那个托福 他都是电脑在改成绩的 所以电脑来评图片评文字是没有问题的 你把规则写好就行了 但是这样打 老实说应该要让学生知道你的成绩是AI给的 OK 说到这个老师前些日子才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 题目是新闻媒体对于深层式人工智慧的感知风险 规范与实践 就像老师刚才举的非常多例子 AI制图已经被大量的活用 然后甚至新闻 这个对像过往我是电视新闻 那平面当然就是要照片 但是电子其实更需要画面 那现在就是老师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引起非常大的回响 我们都有看到 那现在这些高度仿真的图片 就老师的观察 对媒体产业正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深层式的AI 它的影响不是只有图片 那它是所有过往人类做得到的东西 它都可以做 所以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 我们叫做没有事实根据的产出 比如说我就下一个提示 然后写一篇报道 介绍政大新闻系 就这样 它就可以生成了 它可以生成 那可能生成的也很好 因为它在最近有大量学习 所谓的事实类的资讯 所以你也可以叫它产出来 那产出来的东西 它假设真的只是介绍政大新闻系 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网路查得到的 政大新闻系成立于几年 老师是谁 然后有哪些知名的校友 这就过往的事实 这些讯息都有 对 但如果我今天说 请说在政大新闻系 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不要举我们的例子好了 譬如说在木栅 什么路口 发生了一起车祸 然后请你写一个车祸 它就可以捏造 不一定是有这件事 我们叫幻想 因为你就要这样做 它就这样做了 它不这样做 它会被你打 所以它这样做完了之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 那它就可以随便写出来 就像小孩子胡言乱语一样 那用这种东西就很可怕 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根据 那它如果是写的人 并没有意义破坏社会 那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虚假 但如果它的目的是说 请你写一篇东西 可能会影响骨架的 可能会影响选民 对某个政治人物的态度的 那这种东西 它就变成所谓的假新闻 这个东西就很可怕 那过往这件事情 并没有那么严重 是因为产出假的东西 它还是要花时间的 它也需要能力 但现在因为产出的速度很快了 然后它的能力 随时都可以做到很好 那所以 风险提高很多 对这样的东西 会造成风险 而且媒体其实现在已经非常为人诟病 比如说假新闻事件 我觉得像老师刚才这样讲的话 其实对媒体的信任度 就是因为AI的出现 可能在未来会更摇摇欲坠 那这些由AI引起的伦理议题 老师觉得在自律 他律和法律 这三个面向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最大的点来自于乐听人 其实新闻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 我这一年 因为有人工智慧之后 经常会跟别人讨论这个题目 或者去什么座谈 演讲 然后也被人家提起 然后我后来 可能也是我比较愚笨 我后来才惊觉了一点 很多人在谈新闻的时候 这个人从来没有付钱给新闻 台湾免费看新闻的人非常多 没有 我觉得这是台湾一个 不愿意付费阅读啊 这个 对 所以很多人在谈新闻 在骂新闻 在批评新闻 但他没有付半毛钱给新闻行业 那台湾的体制有很特别的是 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 像德国 日本 他们是有收所谓的广播费 NHK是广播费在支持的 德国有两个公共电视网 应该叫公广网 它有电视有广播 而且还好几个 那这个都是强迫 从老百姓手上收钱来的 所以台湾人根本就没有缴钱 那我们缴的钱 虽然有一部分 就是你家的这个有线电视 收了之后会给有线新闻台 但这个有线新闻台 你给他的这个钱 因为不是你主动付给他的 然后我总觉得 就是没有人有意识说 他有付这个钱 那你现在去说新闻不好 那这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你在嫌免费的东西不好 是 台湾本来在阅读新闻 这个方面没有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就有前同业推了这个制度 就失败啊 所以就后来也熄灯 对 所以我先提这一点是 我们先要要求媒体自律的时候 这媒体必须先有钱 他如果没有钱 请问他为什么要自律 你首先你要确保 你有付钱给这个媒体 你才可以要求他自律吧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付钱给他 你凭什么要求他自律 那台湾现在不是一个 需要新闻执照的国家 那有线电视这个有平谱的关系 另当别论 那我今天开一个网站 我叫99新闻网 国家没有禁止我这样做 你也没付钱给我 那你要我自律 为什么 那我自律我 这是一个大灾问 对啊 我自律我怎么维生呢 所以我觉得媒体需要自律 但自律的前提是 他能够收得到钱 对啊 不管是捐款也好 或者是直接的订阅费用 那依靠广告是没有用的 因为 现在都没况愈下 过去20年的这个经验 已经告诉我们了 依靠广告 活不下去啊 他就会追求流量的极大化 那流量的极大化 会有个很大的问题是 严肃的新闻 他的流量都不高 对 那阿里布达的东西流量很高 那我就用深层视野AI 产生大量的阿里布达的东西 那我的流量高 我才可以靠广告为生 那原因就是 你不付钱给我吗 对不对 我们没有用钱来筛选媒体 了解 那就会更多的歪风 就会因此而起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诱因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还蛮负面的恶性循环了 那对我们传院的同学 老师现在就是 在跟所有的同学们 也在这个领域 学习研究 那我们要怎么正确的来运用它 然后在其他专业领域的同学 有一些什么 可以互相结合的地方吗 深层视人工智慧 我讲几个比较正面 然后现在大家都 比较没有争议的做法 首先是协助你 做大量资讯的判读 那这个判读 我们过往叫内容分析 那今天比如说 你上网找了 一万篇PTT的留言 那这一万篇PTT的留言 你想知道里面有多少篇 是正面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上网找了 跟政大有关的评论 那你想看正面或负面 你可以请工读生去看 那两个礼拜后 他跟你讲说 那你现在请 AI帮你找 AI帮你做 不是帮你找 是找完了之后帮你 整理 每一篇看完了之后说 这篇说 政大教学很棒 什么很棒 什么很棒 那可能是正面的 但也可能讲 政大教学很棒 什么很棒 什么很棒 然后出现一个蛋 然后等等 那你就要判断 它是负面的 这种东西 过往都叫人做 那速度很慢 那现在可以让AI来做 那速度非常快 准确率 可能不会比人低 因为人会疲累 人就会犯错 然后还有一个 对台湾传播领域 有很大影响的 是翻译 把中文的稿子 翻成其他的外语 让外国人可以看得懂 那这件事情 中央社今年已经做了 他做了印尼版 因为双向都有需求 那台湾有很多 印尼的移工 然后印尼政府 也希望能够看到 台湾的新闻 那我们也有 对外传播的 这个要求 所以这件事情 过往比较困难 因为像印尼这样的语种 你要找到 会翻各种领域新闻的人 不是没有 但就是比较麻烦 然后那印尼文 只是一个例子嘛 对 我们今天世界上 语言那么多 对不对 那你都可以 对外翻 很好的运用 然后还有一种 台湾过去做的比较少 几乎是没有 但国外已经做了 差不多十年的 是所谓的 数据化的资讯 或数据化的新闻 比如说 那个地震出来的时候 它可能一开始只有数据 那你把它变成文字 或者运动赛事 它可能有数据 那你把它变成报道 那这种东西 机器做不会比人做的差 而且机器做 它还有一个特别的优点 我在上课都会让学生练习 像美国的NBA 你可以拿到play by play的资料 就是几分几秒 谁拿到的球 几分几秒谁投篮 几分几秒谁投篮 两分三分 那这种东西 你把它喂给这个AI之后 譬如说今天有两个球队 A队跟B队 你可以请他写一篇 持平的稿子 再请他写一篇 给A队球迷的稿子 再写一篇 给B队球迷的稿子 那两队上场 假设割八个球员 那就有16个球员 我可以针对这16个粉丝 各写一篇稿子 那这全部呢 都在一分钟之内都写完 那这种东西 他做得比人快 做得比人好 那这种东西 其实他的数字都是对的 所以几乎不会有错 他甚至不会带有偏见 譬如说假设 我是A队的球迷 我也是记者 你叫我写B队的好话 我可能写不好 机器会做得更好 机器在这件事情 有可能比人类更 更持平 因为他没有情绪 也没有好恶 如果你没有特别训练 他的情绪跟好恶的话 所以这些刚刚举例 都是AI在传播领域上面 就大家争议比较小 而且可以用的领域 那这些东西的好处就是 我们都想象 记者他都想要做一些 他想做的东西 只是他过往被绑在一些 很琐碎的事情上面 特别是电视台 你现在打开有信电视的新闻 然后你叫大学生来看 说请问这些有新闻价值吗 大学生会跟你讲 没有新闻价值 然后等他去跑线的时候 就会抱怨 老师怎么我都在跑 这种没有价值的新闻 但过三个月之后他就习惯 对 融入 被迫 他对新闻价值的那个敏感度 反而比大学生更低 更低 对 很可怕 有一种被骂到的感觉 现在有些媒体都像我刚刚说的 熄灯了不见了 不然在我们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代 其实我们也都是很大量参考 平面是媒体你们的新闻 但是因为电子媒体 就是他很快的要有画面生出来 所以要做的很有深度 或者是那真的是另外一件事 然后相信老师刚才 跟我们分析举例的那些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就是未来可以结合AI的话 更客制化 比如说就像你说 针对不同的粉丝 就写出不同偶像球员的新闻 每个人生一篇出来 这些发展其实 我相信也是老师 在跟同学们教授 这个AI的一个动力 培育他们就是未来 有更强技能的动力 那现在老师可以算是 算图界的中间分子 老师出过一本书 AIGC创意美学之路 他提供了系统性的算图教学 那我们政大被定义 是一个文族学校 在一般大众认知里面 跟科技感觉有一点距离 这部分也请老师来跟我们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 对政大的想象都太 太局限 太久远了 久远 我自己来政大教之后 才发现政大跟传统 我们以前的那个大学 已经很不一样了 因为学校有很多的学程 对 然后我们对双组修复系的 这个条件 又很低 因为政大本身是有资科的 资料科学的 然后我们有人工智慧学程 有大数据学程 有很多这种 你不会把它称为文族 但我觉得这个分法 有点不好这样 就我们有很多学程 其实学生是可以去修的 包含我们船院跟资科 还有数位内容学程 所以你不管哪个性进来 你要接触到人工智慧 不管是硬的这一面 或者是软的这一面 那政大的资源 我觉得都蛮多的 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就是假设我们的学生 比较偏社会科学 比较偏人文 那跟人工智慧 有没有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 其实有个有趣的点 是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两年 人工智慧突然 又再度进入大家视野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很害怕 因为深层式的人工智慧 它突然让人工智慧的系统 具备了讲话跟听话的能力 它听得懂人话 也可以说人话 那再搭配 我们现在 所谓的这种人形的机器人 具象式的机器人 现在已经有了 已经越来越好了 对 那这个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可以期待 在未来的十年 这样的机器 就会在我们的周边 那你要让这些机器 无限制的发展 很多人都害怕最终 伦理 一些法律 对 相关 机器就消灭人类 或者是 反正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 但科幻小说里面 可能都出现这种场景 对 这个机器人他突然就是 有啊 电影有眼 对 彼此联系起来之后 就占领了电厂 然后他就 攻击人类 对 类似这样 那人文社会的学生 他本来对这件事情 他就会更为的敏感 我们在使用人工智慧的时候 经常都会提到 他有所谓的风险偏见 那我们用他的时候呢 就很讲究一个事情 叫做Fairness 叫公平公正 可是有很多人 他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他并不会想那么多 因为他只把机器做出来就好 那人文社会的学生 我们起码会这样去教他 我们会非常重视 他对社会的影响 然后以及怎么样 对使用者公平 起码我自己在教的课 跟我知道 至少养成 在养成他们的学习上 我们在教的时候都会很偏向 这个方面就让他们知道说 技术它不是纯然的中性 虽然我们都希望它是中性的 但它会有很多的问题 而且有很多技术 我们稍微扯远一点 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深层图像 在训练的过程 他在过去几年都发现 训练的这个工程师 通常就是白人的男性 然后他挑的图片 也都是白人的图片 所以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对于黑人的辨识能力 没有白人好 因为这些人他不会拿黑人的照片 来训练 他训练的都是白人 因为他眼中的人 就是白人 就是有一些限制 但这件事情在台湾做也是一样 台湾的工程师 也不会拿黑人的资料 去做训练 所以他会有个问题 就是谁训练他 那他收集到图像 就是大量的 就是那个方向 对那个方向 那所以你以为他是中性的科技 但他没有啊 因为他一开始在训练的时候 就没有中性了 然后你说 我上网去找所有的图片 这样不就对了吗 但你上网找所有的图片 你就会发现 这个跟我们讲媒体素养 也是有关的 你在网络上面 能够找到的图片 或者照片 都是经过筛选的结果 所以他并不是社会正常的样貌 你看到的女性 一定都是漂亮年轻 你在网络上面 很少找到丑的照片 不好看的照片 所以你的训练 都是有问题的 那你如果悟信 他是客观中立的 那就完蛋了 听懂耶 其实训练者这个角色 他其实也占据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训练者一开始挑东西的时候 他就有选择的偏误 对提到下指令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下指令 也是需要想象力 需要创造力 在我们学校的学务长 蔡颖龙老师 他说过 AI时代重要的是 发现问题的能力 因为AI已经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 所以要怎么下指令 给AI才是最重要 那老师长期在算图上面 你觉得想象力跟创造力 这部分的养成 是要怎么养成 才能够算出一张好图 我对这一题有不同的想法 但我就讲一个 我们可以用的方式 是我们在讨论人工智慧 跟创造力或想象力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叫 Maggie Bowden 那他因为他很早期就在做人工智慧跟创意或创造力的研究 他的见解我觉得不错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工智慧学习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已知的东西 那这个已知的东西呢 机器擅长的是把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概念组合起来 那组合起来他就会告诉你说 A加B等于C 那这个A加B等于C呢 他有可能这个A跟B 我们不是都希望想象没有界限对不对 但我们做不到 因为今天叫你A加B 你永远会去想那个合理的A跟合理的B 但是机器你如果让他随机挑 他就会随便挑一个A 随便挑一个B 那这两个东西组合起来之后 对他而言 他的成本很低 那我们可以要求他做 一千次一万次十万次这样的组合 那这样组合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进行另外一件事情 叫做探索 因为这样的组合 我们过往我们不会去这样做 我们可能担心被骂 譬如说你今天请学生说 我们在课堂上做一个创意 学生假设做了真的一个 很有创意的东西 他可能在当场就被老师骂了 就说这个东西做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他可能还不符合社会的道德 但是社会道德也是会变的嘛 就是十年前的道德标准跟今天也不一样 审美标准也不一样 那你让机器大量去做 做完了之后 你人类再来判断 他挑出来这十万个东西里面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能用的 哪个是有价值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用 人工智慧来协助创意的一个方法 你决定好要做什么之后 让他自己去 让他去做那个 发挥 你的大脑已经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最终那个判断的能力 要比以前的人更强 因为中间那个过程 我们讲所谓的这个钻石型的发想法 对不对 就是我有一个想法 然后先发散 然后再收敛 那发散过往 什么brainstorming 开会讨论 大家也都知道brainstorming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聊天 滑手机 然后三十分钟后五个创意 就这样 那你让机器现在去做 可以五万个创意 对 OK 但是solo就很难了 对 然后你在五万个里面 我们不要讲五万个 你在一百个里面 挑到三个 厉害的 那你挑的能力 要比以前的人要更强 因为以前的人 就从五个挑一个 懂 你现在从一百个 一千个里面挑两三个 选择更多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前端 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 就是知道要做什么 这件事情的难度 比以前更高 再来就是知道什么东西 要被做的难度 也比以前更高 而且做出来之后 要挑出要的更高 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 我们所谓的鉴赏力 判断力 那我现在在课堂中 我也是朝着两端来教学生 因为中间这个过程 机器可以取代 OK 但前两端 你让机器去挑 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厉害 让人来决定要做什么 以及人来决定什么是好的 那这个开头跟结尾的两端 其实是我们这种 人文社会学校的学生 他的专长 这一题已经回答了 我原本接下来要问的 就是鼓励我们政大 人家被定义为所谓文组学生 在AI领域上的学习的方向 所以其实老师刚才已经回答了 就是开始跟最后的判断 然后这回到一点就是 人工智慧越来越强 那人类到底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次等的人工智慧机器 还是要变成一个人 那我们的强项就是把学生教成一个人 而不是把它教成一个次等的人工智慧机器 因为你未来只有更像人的人 才能够赢得了人工智慧 但知道什么是人 知道什么样的行为 才是更人的行为 这就是政大的优势 对这个是我们在学校可以教的 而且我们一直的方向都是这样 很了解了 那我们听老师分享了这么多深入 又专业的AI生成智慧 最后一题想要跟老师聊聊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感兴趣的事吗 或是你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愿望清单 我目前的研究是AI的图像在新闻领域 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摄影记者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文字记者 真的不一样 编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 乐听人的看法也不一样 然后他的场景也很多 他到底是拿来当配图 还是拿来当成 主图 当成这个摄影的辅助 那他里面这张图到底有发生过 还是没发生过 还是想象 对 然后他上面怎么揭露 OK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组合 对 那怎么做 可以让新闻更具公信力 让媒体更受信任 那我觉得是这一两年 新闻界必须面对的课题 特别是圣城市的影片 今年就会很成熟了 我们过往经常看到台湾的 这个电视新闻 没有画面 就拿几个画面反复的在那边 剪在整去 揉来揉去 对 那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 取代 深层是在来取代 那取代的问题就在于 里面到底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那我们看到电视台 其实台湾电视台很多画面 其实它都不是真实的场景 它虽然都是发生过的东西 但都跟那个新闻没关 对啊 我们以前很常 没画面可能会用的方法 就是可能画CG 或者用资料画面 对啊 然后或者是拍一些不相干情境事 是啊是啊 对 那这些不相干情境事 资料画面CG 那现在电脑 直接就把你画出 30秒1分钟 它都很容易做到 对 所以你只要有足够的钱 它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东西 那有可能你的这个故事还是真的 可是这个整个影像都不是真的了 那这个整个影像不是真的 里面又包含了 它又是按照你真实描述的场景 去做出来的 伸出来的 对 所以这问题其实很复杂 还蛮 对 真的很复杂 而且我觉得新闻界会用 所以你可以想象台湾的电视 因为会有流量 你如果 它速度很快 对 对 现在有些都用上可能都诈骗 诈骗也都可以运用AI了 已经用了 对 对 所以听起来 我们文组学生真是认重道远 因为AI的席卷 未来的社会要呈现什么样的模样 可能真的就是我们文科生的 很重要 要关注的事情 好 非常谢谢一致老师 今天宝贵的时间 谢谢大家 跟我们做这么深度的分享 老师不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也让我们听见非常多有趣的AI的事情 每一次来宾的分享都非常的宝贵 能够让我们利用一小时 听到属于他们独特的人生故事 也希望我们正道无限制 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力量和方向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按下订阅分享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IG留言 最想听政大台为校友或师长的人生分享 最后请持续锁定政大无限制 老师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特的人生